很高兴我们又回到Python程式语言设计的课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所谓的基础进阶篇中的.csv的文件 以及csv的modules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一样 可以到所谓的python的官方网站里面的.csv bioreading跟biowriting这个的网页 在这网页提供了很多相关在今天的课程所提到的csv的档案的读写 以及cs档案的模组的功能 好,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这个网页的位置就是刚才所提在python官方网站里面的file writing的一个网页 好,在python的标准的程式库里面有带一个所谓csv 的一个module就是模块 来专门处理所谓.csv的档案格式 .csv跟.excel 特别是.csv这个的format 已经非常普遍在使用在很多很多地方 特别是在所谓的科学资料这个区块 如果你有兴趣在所谓的人工智慧里面 基本上很多的database library都是用.csv的格式来去储存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csv这个modules 好,首先 importcsv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csv是什么 csv就是一个语法 ok就是所谓如何去读取如何去存取到一个资料的区域里面 那当然它也提供了这些所谓如何读取csv的一个文字之间 行与行之间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界面 ok,那它所描述在PEP305里面 那你也可以到网页里面去看看PEP305到底是什么 那最主要的 csv是用comma 动号 来去做所有的一个文字之间 一个段落之间的一个处理 在一些其他档案的管理储存 有所谓的slashn slasht就是一个tab 或是换环和换列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 Excel或是pdf的促存的一个方式 你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好,首先我们先来读取一个csv的档 好,假设我们有一个csv的档 那我们先建立一个csv的档 before我们再去建立一个csv的档 我们先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用file在所谓的ls matrix里面 好,我们先来建一个csv的档 首先我们不需要到所谓的文字编辑器 我们可以用ls matrix里面去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所谓的writefile 在上个课程里面所提的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 我们用所谓的file 来去建一个 什么是file呢? 没关系,我们来执行一下 所以writefile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file等于writefile的一个别名 没关系,我们这次我们就用file来去建一个data.csv 里面有所谓的整数里面有所谓的浮点数里面也有所谓的字串 好,那我们就去把它建立一个data.csv的档 所以你看执行了以后它就变成writing data csv 好,假设我们建立一个我们如何去打开 好,没关系,这个课程是属于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每一个指令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open这个指令 open这个指令我们可以用所谓的辅助工具 很简单的一个描述 开一个档案,retain一个字串 也会release一个io的error跟file 那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help.open 看得更详细这些文字的描述 好,这边open the file,有models read,encoding noun OK,种种open一个档案,retain一个strings OK,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字描述 那当然这里面有character的meaning 有包含open for reading OK,open for write 还有create一个new file for x 然后同时也能够打开去writing 还有所谓b for binary mode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到read,write跟binary 好,我们刚刚已经进了所谓的data.csv 好,我们现在用open ok,fire open 等于open data.csv 好,然后我们的.csv里面的readers 然后readers 然后read这个所谓的file 这个档案我们执行一下 那我们执行一下的话,理论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把所谓的fp这个档案放在这里 用所谓的open了以后 用read把它read进来等于art 这时候我们来执行一个art 我们看不到它在某一个记忆体的里面 一个id里面 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好,我们再做一个温馨的题型 在csv的档案 行的一个之间的区隔是用comma 是用comma ok,所以我们可以用所谓迭代的方式 把这个所谓的r ok,刚才所建立这个档 从csvreader里面读出来 变成一个r 然后把这个r放到raw里面 ok,我在上一个单元的课程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好,我们就所谓把raw里面用替代的方式一直读完 就可以看到这个的所列印出来的资料 就是我们刚才所建立的这个资料 好,the data.csv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打开一个档案 我们要习惯的把档案把它关起来 好,因为这所谓的csvreader都当然是字符串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的处理 好,要去做一些的处理 怎么处理呢 好,我们今天可以create一个所谓的list 把dsv还记得吧 我们要为了一定要关掉 因为每次都要做关掉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在上个单元的课程 我们只能讲用withopen一个files的app 就可以每次执行完毕的时候 它就会把我们的档案关起来 最好用所谓的withopen 我们把data.csv 用所谓的reader跟这个地方很像 我们的reader把它读进来 然后就等于r了 然后我们再从r里面去把所谓放到raw里面 这raw的第一行是什么 就是原始的screen 因为它本身就当成screen来处理 然后我们第二行是tossed string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integers 一个整数的处理 然后第三行 我们把它当成是所谓的辅典数14 来去做处理 好,这样的话我们自信一下 然后把data读进来 所以data就比较简单了 不需要用一个这么复杂的方法来处理 因为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下面的处理了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了一个data csp的档案把它读进来 做一个处理转换 更变成水灰的database 从database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所谓的slicing 或index 我们可以把data里面的0 就是alpha100 100跟-1.43 我们也可以把data里面全部都读出来 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在前面的课程都蛮熟悉了 最后我们再把import OS 把我们所建立出来的data.csv remove掉 这样我们根本就是可以利用 所谓的.csv ok csv在所谓的程式 在撰写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利用 所谓的oist modules ok 来去做跟python的语言 来去做程式 好 我们现在已经create了 我们现在继续如何再写一个 所谓的csv的档 我们刚才用所谓的file 去建了一个data.csv 然后读进来 然后去做处理 变成一个资料库 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资料库 去做index 跟slice 那我们现在用csv里面的writer 来写一个文件 好 假设我们有个data 是这样子一个data 一个有自创的 有所谓整数 有浮点数的 这时候我们用withopen 就不需要close the file 然后我们写一个outputout.csv ok 用这样的一个语句 这时候我们就把所谓的data 给它写进去 好 写进去了以后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 所谓的out out.csv的档 然后我们再把它open出来 刚才是用write bit 用write 那这笔记住 要不然它没有办法去做 这时候我们把它打开这个东西 然后再跟刚才一样 一样画葫芦 我们把它读进来 然后把它expand出来 好 我们执行一下 再执行一下 你可以看 我们的data就被处理完毕了 我们自己刚才 建立了一个所谓的data的这个资料 然后把它读起出来 就是这样子了 简单吧 好 我们接着来看所谓的更换 所谓的分割的符号 通常在所谓csv的module 也有任所谓的csv的档案 都是由所谓的excel 给windows的excel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在实际的情况 就会碰到所谓的slashm 等等的一些的方式 那我们一样用同样的方法来去做 建立一个out.csv 用write bit sapp 然后我们把w写进去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然后再把写进去 然后就变w 然后我们再把它读进来 OK 变成一个dataset OK 那我们执行一下 那它出来就会是这样 在一个所谓的list里面有两个档案 一个就是所谓第一组的跟第二组的 那我们也可以用所谓的所谓的分割符号 就是这个 来去做处理 然后一样的程式 我们只是在所谓的write file里面 写进去的档案 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更换符号 OK 就可以了 我们执行一看 你看它等下是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import on external remove 因为这边有写进去psv的档 跟所谓的 跟所谓的csv的档 好 我们都把它remove掉 好 我们同样样化呼噜 我们再把所谓刚才data csv alpha1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去建一个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刚才把data csv 去所谓的remove掉 所谓的out csv 这一块 这时候我们可以import 所谓的data csv的档 newline是一个空格 空格 然后写到所谓的 读出来的这个档案 我们就可以用所谓的空格的方式去读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所谓的一个分格号 一个一个空格 然后再加上这个 我们就预计加越多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promise的读进来 加上两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符号进来 所以你就觉得奇葛 到底为什么要上去做 我们第一开始看到的东西 所以是所谓的one 空格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 你看我们用所谓自己的替代符号 这两个就是这个print 加上去join join the row join 把它join 把它放进来 在这个地方里面并没有放进来 你看它并没有放进来 并没有join ok ok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何去把所用join这个的指令 去把这个地方加进来 alpha1 100 都加上去这个所谓的符号进来 ok 我们又把它加进一个new 对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们同样的方式来做 好 我们执行一下 那大家可以用这个东西 自己去加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好 那我们一样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imple 然后一个csp打开一个 act.csv的档 这个新的一个line是一个空白键 我们当成是一个csv的file 然后我们去把它锐进来 我可以用所谓的comma 就跟上面的是一样 这一条 就等于这一条 然后把它join 起来 所以就会span span 这个地方 我们执行一下 好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做所谓的读取档案 好 我们现在用一个最popular 最常用的pandas read.csv档 还有nonpy.load.txt 的这两个功能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一样 一样画葫芦 我们用file去建一个pandas csv.csv的档 好 假设是一样这样的一个资料 所以我们执行了以后 它就会create了一个pandas csv.csv的档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pandas去read 很简单 我们inputpandas ok pandas read.csv 特别注意 read 当然你也可以read.excel read.什么什么 好 我们把pandas csp 刚刚建的这个档案index 从0开始 从0开始 然后我们就把read进来变pdf ok 等于pandas read.csv 然后把df 直接print出来 ok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格式 就是我们刚才所建的格式了 如果你对pandas不懂 我在其他的课程里面有教 你可以到AI人工智慧里面的基础课程 里面有三个章节 专门在讲pandas 比方A001有1000 1500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两个相乘 这就像是Excel里面的A乘以B Acolon乘以Bcolon 或是 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就进行这样的一个搜 Data frame 里面的quantity 这个colon 跟所谓的price 这个colon相乘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所谓的1000 乘以203.4 好 给A001就是这样 并且是一个普点数 这样大家就知道 如果大家对pandas 不了解 不熟悉 没有关系 我在AI人工智慧的课程里面 有提到所谓的pandas 大概在一个小时的课程 大家可以对那个多了解 好 最后我们再做一个import OS 把我们的pandas csp.csv把它reimport掉 好 刚刚所提的所谓的在 AI人工智慧里面有专门提到所谓的 numpy 如果你对numpy不熟 这边有三个章节是numpy numpy 有三个章节是metaprolips 还有pandas 还有比较简短的 numpy对称是比较了解的 那这边有四个章节专门讲的 就是所谓 python 的一些用法 那刚才所提对pandas不熟 没关系 我在这个地方都有提过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你可以到所谓python的官方 我们的网站上面去把它下载下来 自己练习练习 去自己建一些资料库 如何去读取如何去修改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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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